温哥华市长罗品信今天早上宣布 温哥华空置房屋的屋主将在明年之前支付最多2%的空屋税 该笔税款将为温哥华带来一年200万的收入 罗品信尽早强调 这个政策是用来鼓励屋主将自己购买的房屋出租 而不是任期空置浪费房源 他说温哥华极低的空屋率 让租客们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征收空屋税是为了让租赁市场重新活跃起来 罗品信还说温哥华需要确保正确利用房源 长期空置的房屋和不活跃的土地投资 阻碍了成千上万的租客寻找适合他们的房源 造成房屋租赁市场的紧张 这对温哥华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据悉具体的税率虽然没有最终确定 但会根据每一处房屋的估值在0.5%和2%之间浮动 也就是说每一处空置房屋将会被征收5000到2万元不等 并且屋主必须要自行申报购买房产的情况 这是2017年温哥华征税要求的一部分 新的退税款将在2018年返还 另一方面温哥华8月房价环比上涨1.7% 连续第20个月上涨 涨幅较7月的2.3%略有回落 尽管该市自8月开始 对外国购房者征收15%的房产转让税 但仍未能遏制房价上涨的势头 这与此前媒体有关新税实施后 温哥华房价暴跌的报道相悖 数据显示自2005年以来 温哥华房价已上涨249% 这个时间 reduction啦 是لا 코로나19G的任务 bord Dr.ornado 下期式 下期公図